首先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个周四的晚上9点 然后参加我们购业读的第141期的分享 Cushion Stack 然后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李大元给我们带来这个分享 然后也很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个时间就9点 刚好是世界杯韩国队伍拉圭这个比赛的这个时间 然后也来参加我们这个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先把时间交给这个李大元 然后给我们带来这个分享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叫李大元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购业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尤其在世界杯刚开始也跟我们时间同样9点开始的时间 大家还能来听的话真的是非常感谢 这次分享的主题叫Cushion Stack 后云原生是在应用规模和运维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直接开始 这次分享大概会分为我列在这边大概七个小的项目的题目吧 那其实整体上大概分为三部分 第一第二呢是介绍一下Cushion Stack的起源和主要解决的问题 三四五呢其实是一些技术相关的 架构和demo和一些技术介绍 最后是一些在蚂蚁内部的一些时间的结果 OK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李大元 画名达远 是Cushion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来自蚂蚁集团Path核心团队 因为这个Cushion或者Cushion Stack 整个项目呢是基于IC理念构建的嘛 然后同时我也负责在那个Cushion 在域内的一些落地的情况 是IC技术平台的负责人 右边是我们的一些用户群 左边是微信和上面是微信和钉钉嘛 微信群它微信群有个限制 因为微信群的二维码 它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失效了 所以下面我们还留了一个微信 Cushion Stack小助手 也是个微信微信账号 这个小助手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账号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一下 我们欢迎交流吧 下面是我们的那个GitHub的地址 还有官网 GitHub地址也欢迎大家来start 好这一部分呢 下面呢是讲一下 Cushion Stack的一个起源 Cushion Stack的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项目两年多前就在内部进行一个孵化了 主要其实就解决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经营架构其实太复杂了 依赖的技术设施很多 运用A成本很高 另外一个呢核心问题呢 就是团队写作的问题 因为它依赖的技术设施多嘛 然后呢就团队写作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或者换句话讲 就说我们是平台团队嘛 平台团队几十个人啊 也有几十个人 那公司工程师有几万人 那这明显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呃 一个员工的人数 那怎么让这几十个人做的东西 去支撑几万人的研发工程师啊 这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嗯 其实当时K8S这种云原生技术 在内部已经推广了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有很多 内部已经有很多所谓的呃 云原生的应用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些 所谓的云原生应用啊 其实它不仅仅依赖云原生技术 也有很大 也同时也依赖很多 那个其他的技术设施 嗯 或者换句话讲呢 就是说其实云原生 从云原生技术啊 其实已经我们认为 它已经不是一种新技术 而是一种标配 我们已经进入了个叫后 我们启明啊 我们启明叫后云原生时代的一个 这种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K8S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清楚啊 K8S其实就是Couponetis嘛 即使不清楚的话 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过Couponetis这个项目啊 或者这种技术 它其实可以算作是云原生技术的一个代表技术了 但是 嗯 但是这种代表性的技术 或者说事实标准呢 第一个Commit到现在已经过去8年多了 那在现在的这种技术发展的时间下 8年其实算一个很长的时间了 怎么说 它也不能算是一个新的技术了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现代化的应用 或者说叫后云原生时代的应用 它除了云原生技术以外 它还会依赖很多其他的基础服务 一个技术设施 啊 比如爱斯的云服务 各人呃 现在各个云场上的云服务 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内部的也会自建很多 自己的技术设施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还有一些对于部署环境的要求 比如说多云啊 混合云啊 这都是一些很常见的 或者说是稍微复杂一些的企业 连绩应用都会面临的问题 嗯 针对这些呢 我们发现就是一些只 针对k8s的运营工具 其实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诉求了 我们内部也实践过很多 比如说 呃 大家 最基础的啊 最最最原始的 库伯卡托 叫库伯CTL 运压工具直接进行运营 然后customize啊 还有我们这些社区里面的常用工具 我们其实都 都实践过啊 其实发现这些东西 嗯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其实也有很多不足 而且呢 我们的应用 现在其实也不止 不仅仅是 刚才提到 不是不仅仅是k8嘛 还有很多其他服务 所以只针对k8的这种运营工具 其实不能满足我们的诉求 另外一点呢 就是团队协作的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应用 它依赖的 异构基础设施越多啊 其实它涉及到的 本质上来讲 每个 一般在企业内部 就是每个基础设施 它是不同团队去维护的 那你依赖的基础设施越多 那你相当于你依赖的团队越多 那团队之间 一个协作的问题 就凸显出来了 就在规模化运营当中呢 多个platform团队之间呢 是需要协同工作的 这个怎么理解 这里的platform团队 是广义上的platform团队 就比如说pass团队 我就是pass团队的 中间间 做网络的呀 做容器的呀 做调度的呀 其实我们统称为基础设施团队 这些团队之间需要协同工作 比如说我底层网络团队 我的LB LB多了一种新的负载规则 那要给用户用 那怎么 那他把这个能力提供好之后 其实还要通过pass平台去透出嘛 那pass平台跟他之间 是有一个协同的一个工作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appdev和platformdev之间 需要协同工作 这里的appdev是指 应用的那个业务应用的研发 或者是sass应用的研发 sass应用的研发和 platformdev之间也需要协同工作 因为他毕竟要用你的基础 你的平台的产品嘛 那你用的平台产品 尤其现在应用依赖的那么多 那应用的平台产品越多 他需要打交道的 基础设施团队就越多 这也是一个凸显出来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其实 它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问题 只是说我们认为进入到了后云生时代 技术设施复杂了 他把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传统是传统模式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传统模式就是一种我们认为这叫公单模式 大家应该是用过各种各样的pass平台 或者没用过pass平台的话 至少也见过 比如说阿里云的控制台这种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web控制台 它有一些UI的界面 大家就在页面上点点点点点点 就可以做一些运维操作 比如说发布 常见的最常见的就发布 重启 扩缩容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运维操作 在页面上点 悬到我的机器 然后我点一个提个单子 可能会经过一些审批 什么之类的事情 就开始操作了 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它有它的好处 因为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时间控制有点问题 这种模式它有它的好处 它好处是什么呢 它好处就是 相对稳定 变化的 对于稳定 变化少的场景还是不错的 因为有交互 对于普通用户 还是更喜欢用交互的 但对于复杂和变化快的 这个场景就不太适用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刚才提到的一个LB的例子 我的负载均衡提供一个新的负载算法 算法给用户用的时候 我网络团队把这个能力代码写好了 写好了之后要给平台团队 就PASS平台团队说我这个接口是什么样子 我加了一个参数 你调我的时候把这个参数传给我 就能工作了 那写代码 这其实是一个应编码的过程 两个技术设施团队的一个协作的过程 他们涉及到应编码 那技术设施团队把这个做完了 代码写好了之后 还要通过前端去透出 那就涉及到一个前端团队的一个协调 前端团队是透出完之后 才能给用户真正的去用 他在页面上才能选到这个选项 那整个过程 因为涉及到团队多 最快即使一个很小很小的功能 它最快整个流程下来 也要以周为单位才能上线 那你要是设计团队 那个技术设施团队多的话 整个效率看上去是很慢的 这其实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两个主要的大的问题 针对这两个主要大的问题 我们所以构建了一个叫 固人斯黛克的一个项目 固人斯黛克我们称之为是一个代码化的 固人斯黛克的一个协作的平台 它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应用在k8 或者一些各种云词之间进行运位操作 这里简单提一下 这为什么叫cushion stack cushion其实我们引自于fusion 就是k改成ffusion 去一个融合的意思 k其实是为了表示说 代表的是cubinality 然后为什么叫cushion stack 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 它是我们认为它是三个技术的一个整体 下面介绍一下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config大库 就是最左边这个绿色的部分 这个config大库 它本质上是一个git的大库 就是普通我们用的git 然后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平台 这个git大库里面存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是我们通过 或者说这边有用户 就是app的团队和platform的团队 app的团队 进行一个协作的平台 这里面存的东西呢 就是通过platform团队通过kcl kcl是我们自定义的 自研的一种DSL 预先定义好基础能力的模型 比如说网络的模型 这里面有网络的模型 计算的模型 存储的模型 用DSL进行描述 描述完之后呢 app的dev app的dev就可以通过import mixing等一些语言的特性 去复用这些模型 所有模型里面最顶层的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appconfig appconfig就是以应用为视角的一个模型吧 承载了所有的 这个应用所需要使用到的各种技术设施 这是它的一个 就一个应用的配置 然后整体的目录结构呢 是分为project和stack两机 project一般是一个应用 代表一个应用 一个stack呢 是代表某一个环境 比如说生产或者是研发 用户描述好的 它的那个通过DSL 描述好它的运动意图之后呢 就可以通过 因为它这个Git嘛 Git后面可能会连到CRI CRI6G线 或者通过CLI 我们也有命令行工具 GUI或者API的方式 去执行 去继续访问到后面这个蓝色的部分 酷身引擎 这个酷身 这个酷身引擎呢 是真正是资源生效的一个引擎 它里面包含了常见的命令 比如说apply preview预览 DIF 然后编排 然后还有多运行时的适配 其实都在这里 这块酷身引擎呢 其实它是一个勾项目 勾项目后面会 有一些 给大家一些 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这边有一点 刚才我忘记提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 自定义的DSL 然后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为了 DSL 还是语言 语言嘛 语言就是代码嘛 代码的话 通过代码的封装 其实可以屏蔽 就是实施的复杂性的 就即使是K8 用户很 就是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 用户很多了 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讲 它还是 或者说门槛还是很高的 就一个 如果大家了解K8的话 就知道 就一个deployment 它有几十个字段 加上label annotation 这些东西 就是可以无线扩展的 麦克兰就更多了 对于 一个普通的APP Dev 或者说SaaS的研发来讲 它其实不应该 去了解K8的 它们只需要 它们需要的 其实只是做发布 而不是关心底层 是不是K8 所以我们才采取了一种 态满化的方式 去屏蔽这些底层基础设施的一些复杂性 然后让用户使用起来的时候 只关心它要关心的东西 把复杂性留给平台 后面讲一下 就是整个Current Stack的highlights 就是一些特点 第一反正它是以一个 以应用为中心来构建的项目 或者一个产品 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它整个的 刚才提到的那些配置 其实是包含了应用的所有的配置 基本上包含所有的配置 计算网络存储 所有应用的配置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描述 第二点 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也就是说 从你写第一行的配置代码 到整个应用去发布到生产 生产可用 整个生命周期 它都是可以管理起来的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统一运为 后援人时代应用的 异构技术设施的一个能力 这用过K8的大家都知道 就Apply成功 并不是真的成功 Apply成功只是说 只是开始 并不代表资源可用 Apply下去 Apply下去之后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 Reconcile的过程 Reconcile就是如果理想情况下 大家都是生命师运为吗 K8重上的生命师运为 如果理想情况下 Apply成功了 Reconcile很快就调和成功了 那就还好 但是 失败了就比较麻烦 失败了呢 用户就需要登陆到机群中 进行watch或describe log等各种各样的K8的 或者Kubectl的一些命令 去查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资源到底成没成功 到底可不可用 我们在设计Cushion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些人肉的工作 其实都集成 都集成到Cushion中 整个过程其实完全是自动化的 提供了一个K8S友好的工作力 为K8S资源呢 提供了客观色性 健康检查 等高阶能力 释放原延伸技术的红利 另外一点呢 就是刚才 就是说我们整个对接的 一个技术是目前对接了 K8还有Terraform 两个 后续它是 其实整个架构是一个 可以水平扩展的一个 架构可以对接 其他的那个Runtime 我们目前对接两种 为什么选了这两种 刚才K8就不用说了 其实原延伸的标准嘛 Terraform呢 其实也算是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什么标准 它是一个云服务运为的 一个实施标准 它也是HatchCorp这家公司的 核心产品吧 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有着良好的Provide生态 它这里的Provide 如果不了解 了解 我给那个不了解 Terraform同学介绍一下 这个 它这个Provide生态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对标Provide 它一个Provide 就是对比的 是K8生态的利益的 一个operator 然后他这个Provide 就可以理解为K8生态里面 CRD对应的operator 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 其他的 不属于我这个生态的 技术设施的一个 管理的一个 运维工具 它的Provide生态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我们熟知的 各种云场上 其实它都有很好的适配 我们采取的措施 其实就是 服用它的生态 因为它的生态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们先服用它的生态 无需做各种转换 百分百兼容 它的所有的Provide 而且更好的一点 是我们想做的是 多一个技术设施的一个运维 所以我们整个运维流程中 不管你是K8的也好 还是Terraform的资源也好 或者是 未来可能扩展的XX Runtime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统一的工作流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可以进行编排的 另外一点 它是一个规模化协作的平台 也就是刚才一直在强调的 说我们团队协作之间的问题 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机制去承载 这个承载机制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 一个可能一个大库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平台 通过代码抽象 还有组合 各种代码化的方式 来屏蔽这个复杂性 然后应用使用的时候 可以非常简单和灵活的 配置各种技术设施 后面会有一个小例子 然后APPdev和platformdev 它们的关注点 其实是分离的 本质上 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整个企业中 运维的过程中 它是分离的 但是由于传统的那种 就是刚才公单化的 对公单的这种模式 导致他们的关注点 没有很好的分离 所以我们采用这种代码化的方式 把它完全分离开 就底层能力的迭代 其实是无需平台介入的 就是底层LB 如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复材军工算法 我平台层是完全无需要感知业务的SRE 或者业务的研发 或者SRE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直接去配置 另外一点 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这整个一套 是一个纯客户端的方案 纯客户端方的好处 好处其实非常明显的 就借助语言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policy as code 就是配置代码化等技术的也好 它能在静态的时候 因为客户端的方案 就是在没有执行到round time的时候 尽可能多的去发现潜在的风险 这个我们一般称之为风险左翼 风险 做软件工程都知道 就是你风险发现的越早 你解决的成本是越低的 后面是一个架构的 就整个宽客架构的介绍 这第一部分 就是config大库 config是一个统一的配置大库 这是一个大库的一个简单的实例 上面其实一些 每个发言的密我就不讲了 它整体来讲可以中间这一部分 分成了两部分 两部分上面是appops appops就是应用的 具体的appdev去关心的部分 比如说盖茨布克就是一个简单的应用 ngex这种简单的应用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platform dev去关心的部分 它呢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所有 是所有模型的 是所有platform去维护模型的一个存放的一个地方 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 cubernetes的模型 provider的模型 promissius的模型 promissus的模型 都会在这里 这也是由平台研发去维护的 然后应用的研发只需要关心上面两个目录 平台的研发关心下面的所有的目录 然后应用的研发通过代码的话的方式 import 这种最简单的语法 import就可以使用到底能基础设施的能力 而且他们俩完全是独立变更的 不会互相之间不会受到影响 这里呢展示呢只是一个 我们目录结构 这里的目录结构是我们一个推荐玩法 但并不是一个强制的 强制的那个 一定要搞成这个样子 只是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具体是用的时候呢 就会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APG代物 我们称为前端模型后端模型 就是一个抽象而已 APG代物看到的 刚才那个目录里面展示 其实就是这一点点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发布 我只要填一个音媒件 就这一行 总共四行代码 三行代码三行是固定的 结果一行是用户需要填的 这个填好了之后呢 经过编译 渲染各种技术操作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厚杂模型 厚杂模型就是具复杂的一个 一个结构 像复杂就platform团队 就我们我们不是提倡说 复杂留给平台吗 那就是平台去做这件事情 做完之后呢 它就会翻译成 多种资源 比如说deployment service convict map 等多种资源 但如果是UTF的资源呢 或者比较databate monitor这种是TF的资源 这是语言的这一部分 最后呢 就是引擎的这一部分 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一个go的项目 语言那一部分 其实是一个RUS的项目 大家对RUS的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个engine 固承engine这一块 是一个go的项目 go的项目 其实整体上来讲 也是分为三块 第一块呢 是operation operation 其实就是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我 要做一次认为 它的apply 它的preview 就deaf 什么detroy等操作 其实都从我这个 operation这一块去完成的 里面包含了资源解析 编排 健康检查 等各种核心的能力 其实都在这里完成的 然后下面一块绿色呢 是run time run time可以理解为是 被纳管的基础设施 类型 技术设施设施 类型在 呃 cusion中的一个 接口 通过统一的接口 去运为各种 各种不同的技术设施 最后一块 红色的那个呢 是state state是 是一个 嗯 怎么说呢 是 某次运为结果的一个记录 运为结果 运为的资源 运为成功之后 会存 会存放在state中 那么给大家看一个demo 嗯 demo这也是官网的一个例子 下面有那个官网的链接 这个demo呢 我就 嗯 就就就就讲一个命令吧 就是cusion apply 刚刚watch的一个命令 啊 左边这个图呢 就是 四行代码 就刚才跟刚才实力 那个一样 是通过教授家 自动生成的 生成四行代码 然后用户填写一个invage 经过解析啊 经过 其实这个 比如这里面的 这个servor这个模型 其实就是技术设施团队 去做的 啊 做的模型 然后通过这个模型的翻译呢 它会产生 namespace diplomant service 三种资源 嗯 这三种资源呢 四行代码 产生三种资源 三种 三种资源呢 进行去apply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那个动图 嗯 apply命令之后 apply 之后会进行一个编译啊 编译出来有三个资源 这个动图有点快 可能看不清啊 但大家能看到 整体的一个流程 三种资源去apply之后呢 它会紧接着 因为加了watch命令 会紧接着进行一个watch watch对于deplomant deplomant的第一个资源来讲 它 就是 就是刚才提到的 马克波拉成功 不代表成功 它有一个reconside的过程 它整个reconside的过程 全部会在页面上展示出来 啊 如果 比如add modify 是不是urbitable 如果它 产生了问题呢 作为信息 也会在页面上展示 直到 一直会watch 等到 它的 资源 ready了 真正可用了 整个流程 猜算结束 我们才认为 它是一次 运维的成功 这个demo 最背后呢 其实 虽然是一行简单 面临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 呃 对于整个 库室疫情的一些核心技术呢 我简单讲一下 嗯 第一个核心点呢 是资源的 依赖分析与执行 以一次运维 其实可以涉及到 七八种资源 复杂一点的 啊 复杂一点的十几种也有 那资源之间 其实有依赖关系的 嗯 比如说我运维 我我我做发布 做发布 其实要等到 数据库创建好 啊 数据库里的表 数据化好 我应用才能做发布吗 这是一个常识 对啊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就需要 我先把DB apply下去 然后进行 数据数据 然后再去apply 容器 我的计算资源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呃 依赖关系的一个 介绍 一个一个诉求 用真实场景能的一个诉求 但依赖呢 其实也分为 显示依赖和影视依赖 两种 这边有一个例子 显示依赖 其实很好理解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例子呢 说我要下发两个资源 第一个是namespace 第二个是deployment 啊 那在k8的体系里面 我deployment 是一个namespace 级别的资源 那我肯定要先 namespace apply成功之后 再去apply deployment 那 嗯 显示 显示依赖呢 就是下面那个 depend on 那个 那个红框框 下面那个红框框 那我就相当于 我去在代码里面 显示的去描述了 说我 deployment 这个资源 我要依赖于 namespace 这个资源 这个下面写的是 这个资源的ID 另外一种呢 就比较隐晦 它叫我们称之为 隐世以来 就是上面那个红框框 上面label里面 前面有个k 后面有value value呢 前面是一个固定的 前坠 后面写了 v1namespace demo v1namespace demo呢 其实就上面这个资源的ID 其实就在这边说 我这个label的值 依赖于上面这个资源的 metadata的name 这个资源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一个E 因为要等到上面一个资源 这种还好 因为只是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能明显的看出来 说上面一个资源的值是什么 但有些情况下 它这个值其实是运行中才知道的 有可能上面都看不到有一个资源 说它的result是什么 只有我真正把这个资源apply成功了 我才能知道它的值是什么 这时候 这时候呢 其实要需要整个引擎在之前的过程中 识别到这件事情 然后等上面一个资源apply成功了 然后再把这个值的 这个要替换的值给它替换掉 这是两种依赖方式 那依赖方式我们去怎么解决呢 就引入了一个数据结构叫DAG 就是有向无环图 这是一个常见的数据结构吧 至少在运维领域是一个常见的数据结构 这里面每一个资源 有依赖关系的资源 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个节点 下面两个图其实就是两个DAG 认为一个节点 如果资源之间有依赖关系 比如就是右边这个name space deployment的关系的话 name space不在前面 那就可以资源a代表name space 资源b就代表deployment 构建好了这样一个有向无环图DAG之后呢 我们真正去执行的时候 就去便利这个DAG 能并发的就并发 不能并发的有依赖关系那就等待 当把这个图便利的过程呢 在这个图当中呢 构建这个图的过程其实就是 显示的依赖就已经解决了 因为我能把图构建出来 我依赖关系就已经有了嘛 同时隐式依赖的依赖关系也蕴含在这个图当中 但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动态的值 隐式依赖因为刚才提到隐式依赖可以动态替换嘛 动态的值是不确定的 所以在整个执行过程中 执行到某一个节点 他还会去解析说我有没有隐式依赖 那如果有隐式依赖我隐式依赖的值 我前面有没有去执行呢 我前面有没有被记录下来呢 如果记录下来那我再把它替换掉 这是一个DAT的一个执行过程 然后构建好DAG在执行前 其实在执行前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 叫transactive reduction 这是图里面的一个经典算法 这个经典算法也很好理解 就是如下面所示嘛 左边那个图和右边那个图 本质上是等价的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可以看啊 我找一个边来解释吧 比如说A和B之间 这里A和B之间 有一个依赖 B和D之间有一个依赖 这是一个依赖 但A和D之间也有一个依赖 对吧 A和D之间也有一个依赖 但是我们真正在去执行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要执行A 没有问题 我执行B呢 那我要看A有没有执行完 对吧 我执行D的时候 我还要看B有没有执行完 然后我执行D的时候 还同时要看到A有没有执行完 因为我D同时依赖于B和A嘛 同时依赖于两个 这个发现 其实我如果能执行到B了 如果能执行到D了 说明A和B都已经执行完了 这样的话 其实有 有一些B就是多余的了 比如说什么 比如A和D之间这条边就是多余的了 所以经过这个算法之后呢 这条边就已经被去掉了 就变成ABD 同理呢 就是A和C 这是A和E之间的边 其实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通过这种 Transactive Reduction的这种传递 传递缩减算法呢 就可以把很多多余的边区去掉 使得整个图更简单 整体的执行效率也会更高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资源的依赖分析与执行 下面一个点呢 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是这个 Ego的一个Runtime管理的事情 我们不是提到说 我们要统一编排 各种各样的Runtime 各种各样类型的资源吗 这里面呢 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就是统一了管理接口 统一管理接口呢 就是指下面的 目前有四个接口 Apply Get Delete Watch 四个接口 所有实现这些接口的Runtime 都可以被Cuzion去拿过 这是前提 第二点呢 是混合资源编排 混合资源编排呢 是指 所有实现这些接口的Runtime 他们实现的力度的 都是单资源的力度 单资源力度就是指 比如说我有一个K8的资源 有一个Terraform的资源 我执行的过程中 我Apply的时候 第一次调用K8的Runtime的时候 Apply是一个资源 如果它有多个资源的话 它会分别调用Apply两次 调用TF资源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个资源 只能执行TF的一个资源 它Apply的时候 调用TFRuntime的 那个Apply的具体实现 为什么要做单资源呢 因为我们把整个 刚才讲的那个资源依赖 就是把整个资源之间的编排 和依赖分析 全部在引擎中做掉了 我们把TF呢 虽然TF本身是有编排的能力 但是我没有使用它 我们只是使用它 把它当成了一个 单资源的执行工具而已 编排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做 然后我们的 地幅预览也是我们自己做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执行器 只有这样呢 才能实现真正的实现 多种类型的资源 进行一个混合的编排 而且他们还可以穿插 就是K8的资源依赖TF资源 TF资源又依赖K8资源 就是就一视同仁吧 就所有资源都是一样的 对我们来说不复区分 一都是一样的 然后统一把它们横合起来 进行变化 那具体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两个Runtime 具体怎么实现的 我先介绍一下K8吧 因为K8的实现区是相对简单 因为K8 它架构本身就是它架构设计的好嘛 它有一个K8的APS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接口 而且还提供了 K8s GoClient这种客户端的FDK 所以它 GoogleNetRuntime的实现 就是来实现 就是调用K8s GoClient的各种能力 各种接口 然后对于K8s的一个访问 但TF实现的就比较复杂 跟TF的母公司Hashqal 是个上市公司 然后他们的产品肯定 我理解是有一些商业化上的考虑 他们虽然开源了 但是整个项目 所有的代码都放在一个 Terraform这个Go项目 所有代码都放在一个 Internal的package里面 你外部的系统想去用它 至少在圆码层级上面 是很难去直接引用的 除非你魔改它 然后这个代码 它自己的封闭性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即使去代码级别的引用 去魔改它 最终做到的效果 可能也就和TF差不多 这种投入产出比是 其实是很低的 这种方式去魔改TF 这种方式或者代码级别去进行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有开源一些项目在做的 但我们没有采取 我们采取的是直接去依赖整个TF的这种方式来对它进行一个适配 具体的实现是这个图 TF状态的实现 第一个是SpecResource 是我们项目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KCL里面描述的很多资源 经过编译之后 编译的结果就是SpecResource里面包含了 这次要下发的资源 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成TF.jason TF.jason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 如果对TF不熟悉的话 就可以理解为 TF这个项目的一个入餐 或者说 TF.jason是个文件吧 整个TF去执行的输入 这个TF.jason呢 我们紧接着就会进行 执行TF的command TF.jason直接与TF进行二进行之子交互 然后产生了TF.jason TF.jason和我们刚才提到的CushionState 有点有点类似 但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后面会讲 然后我们会把TF.jason 转成Cushion的一个State 整体流程就这样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然后下面一块是 State State 刚才不提到我们的 是跟它不一样吗 具体什么不一样呢 这第一点我们 第一点呢是说 State是什么 State是Apply的 执行CushionApply之后 Apply结果 Apply成功了 成功的资源会记录到State中 它本身是一个多存储介织 适配的一个东西 它目前支持了 发State的文件系统 Database数据库 还有OSS 目前支持了这几种吧 后续还可以支持更多的 更多的存储介织 那State的必要性 首先先讲一下 State的必要性 为什么需要State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我们要把 Apply成功运为成功的结果 记录下来 你看第一个 就在没有State的情况下 我们举个例子 第一步 比如说我要 第一步是创建嘛 我要创建AB两个资源 config就是刚才提到的配置大库 就所有的运维的配置 运维的意图都写在这里面 我要创建AB两个资源 那我创建成功之后 G群中就会有AB两个资源 G群中的AB两个资源 都已经ready了 然后第二步说 我要把B资源给删掉 把B资源删掉在没有State的情况下 G群中是有AB APB学 APB学两个资源 我现在要把B删掉 那B删掉的行为呢 就是在表现出来 就是在config里面 没了B 只有A 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虽然G群中有A撇B撇 那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要把B删了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B撇 是和是我上一次创建的呢 这就是问题 对吧 因为单从我config的运维意图上来讲 大家都生命师运维为嘛 那生命师运维为 你生命师运维为里面只有A 那我G群中正好有A撇跟你对应 但我G群中还有一个B撇 但我不知道B撇是谁的 那有了State 其实就是 这是State的其中一个用途啊 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重复刚才动作 我创建A B两个资源啊 集训中有A撇B撇 同时呢我会把A撇B撇记录在State 把它记录下来 那第二次我去删除资源B的时候呢 我config里面 我们我的运维意图里面只有A了 没有B了 那我State中 因为我谁才知道啊 A撇B撇都是你这个都是你创建的 那我就能Diff出来说 B是要被删掉的 这个时候呢G群中我们就会执行删 删除这个操作啊 G群中这时候只有A撇了 就B就删掉了 删掉之后呢我们同时会把 State中的B撇也给删掉 因为State是表示运维成功之后的一个记录嘛 也会删掉 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解决刚才提到的一个 我到底要不要删除的问题 另外一个点呢是 State为什么还有还有必要呢 就是下面要提到的一个三路的LiveDiff算法 三路LiveDiff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讲哪三路啊 第一个Prior之前呢 其实就是State里记录的数据 Plan呢 是 用户的意图描述就是Convict里记录的数据 Live呢就是G群中的数据 这三路数据 这三路LiveDiff这个三路Diff算法 其实也不是我们独创的 因为K8其实本身 或者库巴哈特啊 K8那个命运工具 他他也是这样做的 他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 创建一个Service K8里面的Service 我们只写了Port 比如端口8080 当我把这个Yaml去下发到G群里面的时候 K8自己会帮他加上 虽然你是写在Spec里的吧 8080 K8会帮他加上一个TargetPort字段 也写了8080 因为你不写默认就是他俩是一致的 但这 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是件好事 帮你多填 有些默认是帮你填上了 但是呢咱们对于我们这种 啊声明师的运维工具来讲啊 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下次运维的时候 我的Spec里面 是没有TargetPort的8080的 但是你那个集训中的有 那我如果直接做两路的DIF 那就DIF出来 有差别 那本质上其实他是没有差别的 我是不需要去做更新的 这就是问题 那K8的他是怎么解决的呢 或者说库布卡特怎么解决的呢 他是把这个数据 就相当于我们State的这个数据 他记录在了资源的Antation上 如果你 OK 这就是 呃 这就是 三路啊 首先三路数据 讲了 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讲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具体做了 怎么做的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 叫三路的地方 这里面的1代表的是 有值 0代表是没值 那我们看第一列 第一列 就是Prior 我上次运为等于1 就说明我上次运为过了 运为成功了 我记录1 Plan呢 我也有 啊 我这次也是要运为的 也有 然后Live呢 是1 表示集训中也有 然后这三路 三个数据都有代表什么呢 啊 最终我要执行的一个操作呢 就是Update 啊 这个好理解啊 就是我修改了值 然后我上一次也有 我现在改了 还有 集训中也有 那就是个Update 然后再比如说看第三列 第三行 走走啊 第三行 我上一次运为成功了 我记录了有个1 但我这次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但是我集训中还有 集训中是1 所以我可以计算出我现在要运为的操作 是Delete 啊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例子嘛 借助这种这种三路的一个LiveDiff的算法呢 可以帮我们精确的计算出来 每一个资源 好 一次运为十几个几十个资源 他的每这些资源到底是要做什么操作 嗯 OK 前面呢就是一些 技术的啊 一个整体架构 还有一些技术的 技术的分享吧 后面 下面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蚂蚁内部的一些数据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当时搞了到现在 这是今年9月份的数据 后面最近段时间没有统计了 9月份的数据 当时应该是浮化了一年多吧 不到两年的样子 当时中间也也经历了各种 探索和试错 最后有了一些出行之后 有了一些出行之后 那个才进行开源的 但是现在开源并不是 开源只是开始吗 并不是 并不是结束 但是我还是希望和大家一起 嗯 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 第一个呢是 当时9月份的时候 PipeLine的时间 PipeLine已经做到了 大库嘛 我这PipeLine 是指那个Ci60线的PipeLine 已经做到了 一天有一千 一千个PipeLine 有很多是 有些是人的 人体 有些是机器人的 第二个呢 就是每天大概有10K的 KTiO的一个语言的编译 编译 然后平台 平台和研发之间的比例是 1比9 啊 就是平台 嗯 简单来讲就是平台的一个人 可以 一个人写的那个参与到那KTiO的编写 然后APP对应的APP 对于待会有9个人才你这个这个这个 这KTiO的编写 然后累计的committ数已经到了60K 涉及到了Contribute Contribute包含也平台和研发吗 大概有400个人 嗯 ProjectsProjects大概是一千五 一千五的样子 KTiO code大概有 600K KTiO编译之后的YAM大概有300万的样子 这个数据当然还一直在增长吧 只是最近 呃没有在记录了 嗯 下面是我们的RAWDMAP 我们开运项目有呃已经规划了一个 规划了一些RAWDMAP 大概是三个月一次 要三个月一个小迭代 具体的详细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大家看一下就 又感兴趣的可以可以 这个PPT后面会共享出来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嗯后面呢是 只是我们一些 一些资源吧 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 啊 去加入我们的那个 呃我们的项目啊 欢迎大家一起来贡献 啊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加入 蚂蚁的PAT核心团队啊 我们来继续招人 下面是我的微信